好,接下来开始介绍Core2 Core2和Express基本一样 为什么基本一样呢 因为Core2是Express原版练码 重新打造轻量级的一个NodeGIS 5.0框架 然后Core2,为什么叫Core2呢 因为Core2它有一个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它是用什么 用那个ES2的Generator那个函数来实现 就是那个带信号那个函数 那个函数可以说 我感觉是比较难用的 所以说他们这个 作者呢 作者可能不是一个人啊 他们这个作者呢 又重新看到了一个 就是GIS里面的那个Async Await 就是我们上一节开始介绍的那个语法 看到了这个之后呢 立马就升级了第二个版本 然后第二个版本等到 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NodeGIS完全支持了Async Await之后呢 那这个Core2才真正的去发挥了 它核心的一个价值和作用 之前的数还都是通过一些什么 补充的一些方式才能兼容这些 反正不太好用 现在看来是没有问题了 当然前提是你弄到GIS的版本 要大于8.0才可以 好 这个介绍和讲解的思路呢 基本上是和Express是一样的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使用 交手架去安装的 这个它是有交手架的 我们没必要自己去层搜带来 既然是我们使用框架 使用工具 那我们就使用到底 那所有的框架工具我们都使用 然后再是数字化代码处理路由 然后再是使用中间键 这个套路基本上是和之前介绍 Express是完全一样的 好 首先是安装 安装我们有交手架 叫Core Generator的这个东西 也是全局安装 然后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Core2命令来去 进行一个环境的数字化 就是之前Core2 然后后面是搜索目录就可以了 然后再去NPM install NPM乱第一位 这样 这个其实是和那个Express完全一样的 首先代码演示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道命令行中 到了个Core Demo这里面 就是这里面有我们做的所有的Demo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Core2的命令 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呢 我们就重新安装一下吧 npm install CoreGenerator 这个地方是CoreGenerator 这个地方不要写2 因为这个Generator不仅仅是针对Core2版本 也是针对Core1版本的 好 安装的时候呢 我们粘贴一个淘宝的一个NPM镜像 这样安装的会快一些 OK 大家稍等一会儿 很快就安装了 完事之后呢 清一下屏 完事之后呢 我们直接去Core2 然后我们建一个目录吧 我们看一下现在Express的目录叫什么 现在Express的目录叫BlogExpress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建一个叫Blog Core2 OK 建完了 建完了之后我们看一下 确实有这个Blog Core2对吧 然后我们进去之后 cdBlog Core2 然后进去之后我们看一下 好 这里面就有我们的文件了 然后npm install install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淘宝经线的地址粘上 先去把淘宝都安装上 好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去代码中看一眼 在这个地方 看一眼这个pac.dc里面 这个里面呢 npm db的时候呢 你看它已经有了这个node mode 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再去重新添加了 但是啊 我们需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cross environment才可以 因为它这没有环境参数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自己去安装一个 这个cross environment 好 安装完之后 我们在这个npm run db里面 我们前面写上 cross environment 然后node environment等于dv空格 就把这个给加上 然后后面再怎么执行 就是它自己的事了 然后这个production里面呢 我们也加一个叫production OK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启动了 对吧 保存一下 启动之前呢 我们先找到这个执行的这个 处置化 就是这个入口软件 然后这个bin 它是w 这里面呢 我们去把这个端口给它改一下 这个磨码是3000嘛 对吧 我们改成8000嘛 我们这个客户中后端的端口都是8000 保存完之后 我们尝试去运行一下 npm run db运行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 就是尖身的8000端口 然后我们访问一下 OK hello car 对吧 这个就说明我们 这种已经启动成功了 好 我们简单看一下 我们安装的这个目录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吧 这个bin里面是一个cw 这个是一个启动sero的一个文件 这个我们说过 这块呢 其实是一个纯技术的东西 大家不用太多的去关心 意思呢和express那里面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框架 其实是有很多空中之处的 然后我们关掉 关掉之后呢 nodemonios这个不用看了 public public里面大家看images javascript style sheets 这里面是一个css的一个文件 那这说明是和前端相关的一些精彩文件 这个我们再讲express说过 这会我们不管 然后roots里面是应该是路由 对吧 我们看一下index里面 index里面 细节不用关心 大家看大体的这个router.get 然后后面加一个路由 后面加一个async的一个函数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express路由非常相似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 除了后面这个函数 是一个async的一个形式 大家看一下 这个函数的参数 第一个叫ctx ctx就是context的意思 就是内容 或者说叫上下文 然后后面有个next 大家看这个next和我们express 这个next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以为就是这块和express的路由格式完全一样的 包括这个uders也是一样的 OK我们先把不管路由先关掉它 然后在这个views里面 大家看views里面什么error.pug index.pug leot.pug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前端的一个模板 这会儿我们在讲express里说过 这会儿我们先不管它 好 然后app.js 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详细的去看 好 再介绍app.js 这个app.js是服务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文件 这个其实和express里面那个app.js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介绍各个插线作用 当时讲express的时候也是这么讲的对吧 先是介绍各个插线的作用 然后思考各个插线的实现原理 结合之前学购的知识 当时在讲express的时候 也是领了大家说 有一个插线 我们就想一下之前 我们当时没有插线是怎么实现的 当然这也是一样的 然后处理get的请求和post的请求 就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介绍完了app.js之后 我们怎么去处理get的请求和post的请求 好 代码也是 这个里面 代码看一共有44 当然可能不同版本 可能行数可能会不一样 只要这个 应该差别不大 我们看一下 car 引用car 然后app 这个app呢 就是一个当前请求的一个实力 对吧 它是通过newcar来实现的 然后vios vios应该对应的就是我们 刚才看那个vios文件夹 这个里面 所以说我们先不管它 这个json car json 然后on error 这一看就是错误处理的 json这个一看就是 很类似于那种 说那个post data里面 那个json各式处理的 对吧 然后body parser body parser这个一看就是body 这个body我们 在一个地方用过 就是我们在那个post data里面 就是post的上传数据的里面 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body里面 对吧 然后logger logger一看就是和日志有关 对吧 然后后面这两个 引用了这个roost roost里面index和users 这一看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和路由有关的 就是把路由的文件引过来 然后在下面on error app 就是一个app监测 这就是error监测 就是如果发生了错误怎么办 然后再往下是medivirus 就是应用中间键 大家看这个app的use 这个东西和我们express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body parser body parser里面的enable types json form还有text 然后后面加一个json 这一块我可以跟大家说 这一块是我们 如果跟express相比的话 它就是处理post data里面 post data就是post上传的一个数据的 只不过它可以接受很多的格式 然后呢 它会把post里面的数据的 自负图格式变成一个json格式 这就是这块的一个逻辑 这块具体怎么一个原理 我们之前早就写过了 就是那个通过这个request on data request.on end 来监听上传数据 并且去拼接 是吧 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然后后面 uselogger logger这个是logger是这 这个call logger 关于日证的形式 这个应该是和日语有关的 关于日证的东西 我们后面再详细的说 但是可以确定这个logger 是跟日证有关的 我们之前说过 日证是四五端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吧 然后后面 require static static和当前部落这个 public文件夹有关系 这里 这里面我们说过 这个是和前端有关的事情 我们先不管它 然后后面这个view view和views文件有关系 这个我们也先不管它 就这两个我们也先不管它 就是和前端有关的 然后这儿有一个logger 也是和日证有关的 大家看这个日证里面 这个日证是干嘛的呢 大家看 获取当前时间 然后执行next 执行next就是说 获取完当前时间之后 你先去做其他的处理 然后next完了之后 我们再把当前时间和start 做一个减法 最后我们把这个时间给它答应出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请求来了之后 我们把当前时间先记一下 比如说当前时间是1分01 某一分钟的01秒 然后去执行其他的事情 执行完之后 然后再拿当前的时间和之前那个某分01秒 去做一个对比 比如说再去汇取当前时间 它可能就是03秒了 03秒间 0秒就两秒的时间 两秒的时间 然后我们把这个两秒答应出来 这个是看什么的 就是看这个当前这个服务 请求的一个耗时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为什么是说 这个地方的干其他事情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在讲中间线的时候 特别是讲中间线实验员里的时候 我们会再详细的去讲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先知道这个地方 它就是说先获取一个时间 然后后面经过一些处理之后 再获取一个时间 然后两个时间一相减 就是当前请求的一个耗时 对吧 就是一个后端耗了多少时间 把这个时间记一下 后面就是一个路由的一个处理 这个和XS那个也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后面是一个 就是一个错误的处理 然后路由的处理 这有一个allowed method 它其实也是和后面这个差不多 就只不过针对路由的 就如果我们请求返回的是一个404 或者我们请求里面返回了空 或者说缺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地方会做一个hope 这个大家使用的时候 就直接这么用完就行了 这块 Taffenda和这个路由里面的内容 Taffenda是比较清楚的 所以说这块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业务代表 所以说我们后面就直接去关心路由就行了 OK 那我们先把这个app.js这个内容过一遍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去简单的处理一些路由 完事之后呢 我们再去把中间键的使用过一遍 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中间键 大家就明白了